首先我们现在这个NCS.log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 就是访问过的一些日志 之前我们已经操作过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关掉它 然后我们去sh运行这个copy.sh 好运行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按照我们之前的是到这个目录下来 然后copy它到一个当前日期的一个文件名 然后再清空对吧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清空了上面 好已经清空了对吧 清空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就是已经被创建出来的这个文件 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之前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这个适要脚本呢 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执行的 而且是可以通过这个动态获取 当前日期的 而且是固定格式的 好这样脚本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啊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首先我们要记一下 当前这个脚本的一个目录 因为我们要在crowntab里面执行 我们先在这简单记一下吧 就当前脚本的目录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是当前脚本的目录 我们先在这简单记一下 等会要用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上导一导 导入这个blog1的这个下面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crowntab怎么去用 crowntab的使用的格式 我们在PPT中已经说过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编辑 就是使用crowntab sh这个什么什么什么copy.sh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会在每天的凌晨过后 它会立刻出发 每天凌晨 0.00分 0.00分 它会立刻出发这个 食药脚本 然后去把刚才我们的操作 再去做一遍 好 它还问我是不是要加一个权限 对吧 OK就好 好 这样的话 它会告诉你说 installing newcrowntab 就是crowntab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crowntab-l 看一下当前有哪些任务 当然你可以加很多个任务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服务器上 可能里面 crowntab里面有好多好多个定时任务 需要去执行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定时任务的定时制度的拆飞 就算是完成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把之前的 先关掉这个 之前的拆分 再给它回归一下 就是先拷贝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exitlog这个日志 给它放在这留着 接下来我们还要用呢 对吧 我们再把这个文件给它删掉 假装没有拆分过 好 回到原始状态 然后呢 我们再反过来讲一下日志分析 所谓日志分析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针对exitlog 日志分析一下prome的占比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分析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但是分析呢 就是日志是按行存储的 所以说一行就是一条日志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按行去分析 我们怎么去按行去分析呢 就是形容中的exit 一个radaline的工具 radaline它是逐行读取的 它和stream是差不多的 它是基于stream的 效率非常高 所以说我们这一节 我们这一章讲的内容里面 每一个都离开这个stream stream我们说的是一点一点读取文件 对吧 但这个一点一点 不一定就是一行一行 所以说Nodex提供了一个radaline 那个方法 就是能让你通过stream的方式 一行一行的去读取文件 所以说radaline呢 它就是一个分析日志的 一个天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想一下 我们这个怎么去分析 chrome的占比 那我们就按行读取 onsitelog的日志的文件 就是了 一行一行一行 这么读对吧 然后读到一行 然后我们一边记一个数 读到一行就累加一个数 读到一行就累加一个数 这样的话 就会累加出一个 直直的总行数 对吧 然后我们如果遇到 chrome的这种信息 我们就再累加一个数 这样的话 第一个我们累加出了分母 然后遇到chrome的信息 我们累加一个数就是分子 分子除以分母 就是这个占比 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 去代表解释 我们看一下 这个accesslog这个文件 由于当前是我全部 都是用chrome来访问的 所以说它全是chrome的 一个标记 那我们把这个服务 给它跑起来 我们再通过其他标准器 去访问一下 好 我们拷贝一下这个地址 我这个键脑上有其他标准器 还有Cypher 好 我们通过Cypher来访问一下 好 我们都放心一次 好 这样就行了 这样 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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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 谢 感谢观看